不過我發現同學還不錯,很快幾乎都做出來了 而且這個還蠻好用的,以後至少你要做個按鈕,能夠直接按下輸出應該沒有問題的 伏伏人總是沒有問題的,至少這個是算最簡單 這個寫這個應該已經慢慢很熟練了,我看大家好像很快都可以做出要的結果 實際上要變動的話,實際上就是什麼 你會發現,其實就是把B2的2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一樣跑個回圈,然後再把公式貼上 裡面好像沒有雙以後,所以其實只要把B2改成I 那B2這邊改成I,基本上輸出就OK了,其他的話就做個清除 就完成這兩個按鈕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下,因為之前同學比較容易做錯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是開兩個SEO檔 所以記得你要加模組的話,請記得一定要加對地方 你要看一下你加的是不是,因為之前有同學是什麼 直接呢,就把程式寫在數學函數裡面的模組 然後後來存檔之後呢,結果找不到,不是原來有寫嗎 原來你寫到別人家裡去了,然後你存檔就變在別人家裡 那為什麼可以執行呢?因為你目前數學函數也有打開,所以也可以執行 但是你關起來之後呢,你的程式就跑到別人家去了 那你原來的東西就不見了,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記得是在這個VBA的project 後面的名稱要對到的是你的那個什麼檔案名稱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因為這還蠻常遇到的 就是他把它寫在哪裡呢?寫到數學模式的下面這邊,數學這裡 就有點像這樣,就是這個程式吧,它可能放在哪裡? 放在數學,想說已經有白色的地方,就把它直接寫在這邊 然後這邊呢,裡面是沒有的,所以把它移除 它裡面就是沒有東西,長像這樣子 你看,對啊,你為什麼放人家家裡那邊去呢?自然就不見了 正常應該是,請你注意上面的VBAproject 這個還蠻重要的,因為很常犯的錯誤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專案這邊的寬度有時候不足 所以看起來好像都一樣,就很容易造成錯誤 所以你也許可以把它拉寬一點點,然後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之後 才能夠去撰寫剛剛的程式 所以剛剛的程式,那你要把它改回來的話 你就把這兩段程式剪下之後呢,再把它貼到這邊來 這樣就OK了,記得改個位置就完成 再來的話呢,有一個問題說,如果我希望保護資料 像這邊我延伸性的是,因為這個公式非常冗長 而且你希望呢,不要被人家知道 第一個,怎麼樣讓公式不要被看到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我如果不希望這個資料被篡改 所謂的被篡改就是這個地方不能改 它如果要修改的話,它會跳出說這個地方不能夠做變更 那應該知道吧 第一個,我的習慣是先把它全選 全選的話呢,就是左上角這個按鈕按右鍵 對,儲存個格式,全選之後 先確認一件事情 什麼是呢? 最右邊這邊有個保護 先把那個鎖定這邊,本來有鎖定的 全部都變成沒有鎖定 為什麼呢?因為我只需要保護的範圍 這個範圍只有在C2到下面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是我要保護的 那所以我先把全部先取消掉 再把這個範圍做鎖定跟隱藏 隱藏的話是隱藏公式 鎖定就是保護資料 所以兩個是分開來的 那我先把它取消按確定 第二步的話呢,再到C2 把這個底下的範圍整個選起來 或者你C2,Ctrl,Shift,向下 然後做什麼? 再按右鍵,儲存格格式 再把這個範圍呢,鎖定跟隱藏 其他不鎖定,其他不隱藏 只有這個範圍 那當然如果以後你要全部,你就全選 兩個鎖定隱藏就可以 按確定之後 那做完這個動作之後的話 它還不會馬上保護 你必須怎麼樣? 必須要到那個按個確定之後 到教育裡面 教育裡面有個保護工作表 這個時候呢,你直接按確定 不過我是建議,上面有個密碼 請你呢 要做什麼?做輸入密碼動作 那我輸入密碼 因為如果你不輸入密碼的話 人家直接按取消保護 它就取消掉了 裡面的東西都被看到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各位可以發現 我保護完之後呢 第一個可能會看到的效果 就是我把游標放在上面之後呢 上面的公式呢 就會消失了 OK 應該有用過吧 至少你要怎麼 有些你花很多心思想出來的公式 你當然不希望很容易就被知道 那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就是這個方法 把它隱藏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個 隱藏指的是隱藏公式 第二個的話呢 保護呢 那比如說有人要篡改資料的話 他可能王慶祿這個老師 他可能沒有 但是他自己要動手改 馬上跳出什麼? 您所變更的儲存格 已經被保護了 無法變更 底下會跟你講說 如果你要取消 如果要變更的話 你要取消喔 而且還告訴他說 在教閱 所以那個老師可能會知道 在教閱裡面有一個取消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加密碼的話 你按取消保護工作表 他就整個取消 那因為我有加密碼 所以他跳出來會有密碼 當然他如果不知道的話 他可能輸入上去 他會跟你講 密碼不符喔 所以呢 他也沒有辦法 動手去變更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取消 除非你要是正確的啦 OK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他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公式 也才可以去變更資料 那誰會知道 當然就只有你也知道 所以你如果要把檔案給別人之前 我是強烈建議 一定要做一些保護的措施 否則的話之後 有一些問題發生的時候 到底這誰改的 因為Israel裡面 他沒有log 沒有那個 所以有時候會 他會有一些 糾紛那就麻煩了 所以怎麼樣 與其這樣 導呼輪先做 防範措施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先把它保護一下 保護工作表 輸入密碼 再一次 好 這樣就保護起來了 不過我有個問題 就是說 之前都有同學保護了 可是他密碼忘記了 密碼忘記了 他說 這怎麼辦 我密碼忘記了 你密碼忘記就跟你家鑰匙掉了 你來找我 我有辦法 我不是鎖匙掉了 對不對 我怎麼會知道你的密碼 所以 如果你密碼忘記 那當然也就 基本上是 以正常的程序是無解 那後來 就是用了另外一個方法 其實如果你保護之後有沒有 假設你要把它破解的話 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檔案 上傳到Google 雲端硬碟 上傳的時候 微軟的Excel的檔案格式 它會轉成Google的格式 Google的試算表 那因為Google的試算表裡面 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它會自動把這個功能給去掉 去掉之後 放到Google的試算表檔案 就會顯示出裡面的公式 而且也不會保護 那你再把它從Google試算表 下載下來的 那就是一個沒有保護的 Excel檔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因為這邊沒辦法DEMO 因為其他地方我都會直接DEMO 很快很簡單 因為Google試算表 你要傳到Google上去 其實還蠻容易的 所以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找一台電腦 可能這邊好像沒辦法 開Google好像沒辦法開 所以 那我可以連我自己的Wi-Fi嗎 可以 那連我自己的Wi-Fi DEMO給各位看就好了 也可以破解 有需要像剛剛有保護住了 那其實 不過 我這個地方沒有取消 目前也看不到 那我可以先把它儲存好了 儲存檔案 那我把它存在 也許 我把它另存新檔 存在一個比較好找的位置 我把它存在我桌面上面好了 那你如果要把它破解的話 其實你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檔案 上傳到Google上去 現在是看不到上面的公式 那如果將來 假設人家給你的檔案 然後可是你又很想知道它是怎麼做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先登錄你的那個雲端硬碟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你的雲端硬碟裡面 反正我找一個資料夾 我把它上傳上去就可以了 我雲端硬碟 其實目前 它給我的空間 是 總共1TB 我這邊有1TB 而且是完全免費的 Google免費給我使用1TB 1TB 所以 像剛剛那個東西 我要把它上傳之前 如果把它破解 其實第一個你要先檢查一下 右上角這邊有個設定 設定 這邊點 齒輪 齒輪那邊把它設定一下 確定一下是什麼 把這個 轉換上傳的檔案這邊 把它打勾 因為它會把Excel 轉換成Google的試算表 那這個一定要打勾 因為如果沒有打勾的話 它就不會轉換 不會轉換就不會破解 按右鍵上傳檔案 把它上傳到這個資料 我放桌面上面 然後可以找到我剛剛那個檔案 我剛剛那個檔案把它傳上去之後 在這裡 OK 那剛剛本來會有保護的情況下 因為在Google試算表裡面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它就把這個功能給拿掉 所以拿掉之後的話 本來有保護的東西 現在的話 打開來看一下 基本上本來這邊公式看不到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把它點擊 點開一下 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剛剛是保護的狀態喔 現在呢 有沒有 公式就看到了 也就是說其實喔 那個Google就把它破解了 微軟的東西就被Google給破解掉了 但如果你要現在是在雲端上面 如果你又要把它弄回來的話 檔案裡面有一個叫做下載 下載 下載格式裡面就可以再下載回什麼 Excel 也就是說你可以利用它呢 幫它做一個轉換 破解下載 所以下載下來的這個檔案呢 基本上就已經是破解了 所以這招還蠻管用的 有一些東西 可是只有破解風勢嗎 只有破解VBA 不過VBA是這樣啦 因為Google它不支援VBA 所以你東西放上去它也 裡面即便你有VBA 放到Google示範表的VBA也會消失喔 OK所以裡面如果有VBA 傳上去它VBA那部分 它也會把它拿掉了 因為它不支援 OK所以這個可能要知道一下 那因為我們剛好是 如果需要破解 那它是人壓的那個資料裡面 有保護的情況下 那你可以用這一招啦 這個是剛好應該是歪打正招啦 它不是主要功能 好所以這個部分呢 跟各位說明一下 另外的話 我待會會跟各位講另外一個 那個雲端硬碟 就是我們上課的所有的東西 有些沒有答案的話 雲端上面也會有蠻完整的 那那個網址部分的話 找到那個雲端白板畫面 雲端白板畫面的話 裡面呢就是我裡面放答案的部分 那所謂的雲端白板 這個也是我自己創的一個名稱 因為以前都要把它寫在白板 可是現在連白板都沒有怎麼辦 乾脆就把它直接放在雲端上面 然後呢 上課的話 我就叫同學 直接到上面去找答案 那數學函數裡面 比如說你要找什麼 找剛剛我們看到的那一題 這個數學函數裡面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數學函數這邊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其實上面都有更完整的那個答案 所以這邊都有啦 如果說像這個好處是你可以複製貼上 像剛剛那個什麼呢 公式保護下面這邊 有沒有 這邊有個延期時數統計表 這兩段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 你可以把它選取 Ctrl-C C Ctrl-V 就OK了 當然上課還是自己打比較OK 因為有些東西 貼上之後你可以run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 你可能不知道來龍去賣 所以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每一個每一個都有 那有一些可能沒有提到的 其實上面都有 基本上我會在旁邊放一個練習檔 然後呢 另外也會有一個藍色的是一個解答檔 所以有些東西啦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自己進度比較快 你也許可以到雲端上面去找找答案 那其實當然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綜合的高階函數範 那這個 剛剛提到的就是那個沒有答案 上面都有 OK 另外還有其他補充範例 這個其他補充範例甚至更多 有入門有進階 這個有些是同學發的問題 它有更多 這邊有一堆範例 然後呢 我是把它整理 有一個練習題 然後有一個解答 然後就把它放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再上到這邊去找找 裡面東西放蠻多的 OK 不會一直都在上面 那接下來的話來看一下 剛剛特別重要 就是雲端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邊 基本上因為可能有管制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方便 而且你可以用一些方法 因為我用雲端其實用的蠻 蠻久的 從它開始有 我就開始用了 所以我算是它的忠實用戶 那它也會給我免費的資源 所以像我目前放了 241GB上去 然後有 我有1TB的空間 後來我發現放我自己的硬碟 還不如放雲端安全 為什麼 因為硬碟哪天掛掉 像前幾天吧 就突然電腦就沒辦法開機了 出現黑畫面怎麼辦 對不對 那你就想辦法 不過還好 對我們來說這種小Case 最怕是沒有被分到 很多人就是沒有被分到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把東西放雲端上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剛剛有提到 第一個迫切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像剛剛 有 那個 做了什麼呢 做了保護 可是這個時候保護按下去之後就掛掉了 為什麼 因為有保護 除非說你要先手動把它取消 然後呢 再去做VBA 可是這樣很麻煩啊 你要手動 取消 然後再按按鈕 然後再把它設定保護 這樣感覺好像 有點半自動的味道 那如果你希望全自動的話 如何在VBA裡面做完這件事 第一個喔 特別注意 如果你按下它會掛掉的話 那請你在這邊做幾件事 第一個 要修改 還是到VBA裡面 那VBA裡面的話記得喔 如果你要動態的去把那個保護給關掉的話 其實它的語法就是什麼 接下來你要認識一個物件叫Active Active Active顧名思義嘛 目前活動的工作表叫Shit 有沒有 ActiveShit 點 點下去就是說 它後面有個方法 就是幫我把目前的這個工作表 取消保護 那取消保護的英文叫什麼 Unprotect嘛 對不對 un嘛 unprotect unprotect就可以了 空一格之後的話 小刮鬍 裡面呢 放雙引號 告訴它密碼 那我密碼是1234 OK 好 這樣子的話呢 那特別注意我打那個 程式的時候全部打小寫 不過它不會提示啦 如果你移開的話 有沒有看到 手字都變大寫了 如果你移開手字變大寫的話 那表示你程式沒錯喔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喔 叫ActiveShit 點unprotect 刮鬍裡面呢 放密碼 它就會怎麼樣 在程式執行的時候 先做什麼 取消保護 好啊 可是你程式跑完之後的話 還要再保護啊 不然又沒保護 所以怎麼樣 Ctrl C 在ForNAS的下面呢 做一個什麼呢 把它再保護 再保護的話呢 就是把un拿掉 protect 所以protect 還是1234 寫完了 因為有兩個sub 所以記得 可能這邊的話 要放兩段 一個地方 就是反正開頭呢 都是unprotect 然後呢 結束的話呢 一定是protect OK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完成了 所以剛剛呢 會卡住對不對 如果你加了這個敘述之後 恭喜你 不會卡住了 而且還蠻好用的喔 因為很多人會保護 可是不會取消保護 蠻多同學問啦 因為老師我工作 就是會保護很多東西啊 那你總不能說 我VBA寫完之後 我要手動去取消 然後最後呢 弄完之後 再把它保護 其實喔 不用 你就這樣加這樣 而且還蠻好記的啦 這也不用特別去背它啦 這東西 有點像 很習慣性 像空氣一樣嘛 打上去就好了 而且 只差別是要打英文而已啊 而且這些英文 我是覺得 都是很直覺的英文啊 像我這些背這些 像它的一些相關的 後面的方法 屬性啊 其實 因為都是英文 可以理解的英文啊 所以我都沒有特別去背它 好 那做完之後 我們來試一下喔 剛剛會有問題 我們現在會不會有問題 我把它按下去清除看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可以清除了 那 再輸出有沒有問題 也沒問題了 不過 你可能想要看細節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按F8 假如說你覺得 到底這什麼回事啊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切到教育這邊喔 你可以發現 用F8來組行執行 你會發現 它會有蠻特別的地方 那我優標一樣放這邊 那我按F8看看 F8先清除好了 清除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喔 基本上它的程式是怎麼執行的呢 那往下移動看看喔 按F8清除看看 F8 它會先怎麼樣 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這一行現在還沒執行喔 那這邊的話呢 你看取消保護這樣 如果我執行這一行的話呢 它會怎麼樣呢 你會發現喔 它的圖式上面馬上變更了 其實就等同那一行 就等同你 那個 點那個取消保護 然後輸入密碼 但是其實在VBA 就那麼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行還蠻好用的 其他後面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喔 就這兩行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呢 一樣執行 它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配合什麼呢 取消保護跟保護工作表 就兩行程式 其實兩行程式裡面就是 potation跟unpotation 就這樣而已 後面呢 其實只要加上密碼 就可以搞定了 這個其實也是一樣啦 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因為他Google網路上也找不到答案 所以他後來跑來問我 我說很簡單啊 就這樣而已啊 就這樣子喔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VBA很多東西 真的不是很困難的東西 只是你沒有答案 你還是沒有答案 你如果不會的話 就是只能鎖動而已啦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一個問題 是 那我問你 可以問一下 那別的開發的人 是 是 看得到嗎 看得到啊 完全是看得到的 對 所以你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剛好我正要講 你就問了 什麼問題呢 就是 不過一般人是不太 除非說他有學過啦 不然的話呢 他如果沒有學過VBA 他也不會知道說這邊有密碼 所以這種只能防 君子不防小人 對不對 如果你生人有很厲害 那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你可以再把你的什麼呢 VBA加個 加個密碼我就好了 因為他如果 一般人是直接打開檔案 進到VBA 就可以看到程式 可是你們現在寫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保護 所以人家很容易就看到你到底寫了什麼 對不對 而且可以拿把你的程式拿走都OK 但是如果說你現在已經慢慢有累積一點東西了 你也慢慢比較有智慧財產權的概念 而且這個智慧產權還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我發現網路上很多好像做股市方面的那個程式的喔 他其實還賣蠻貴的 那一天有同學跟我講說賣好貴的錢 可是你還是會跟他買 所以 其實我現在比較缺那個know how 如果有同學是有那個know how 然後跟我合作的話 我可以寫出對應的程式 對不對 然後我們也可以拿來賣錢 這是弄個公司對不對 不過這開玩笑我沒有 也不是沒有 也不是不可能的 只是說呢 我們寫好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給人家了 人家直接把它打開 所以怎麼辦呢 保護密碼 怎麼保護密碼非常簡單 記得喔 如果說我們寫完的時候 這邊有密碼1234好了 你不希望被別人看見的話 很簡單 請你到VBA Project在上方 記得你要找對的那個專案 按右鍵 右鍵裡面有個叫VBA Project的屬性 屬性這個地方的話 找到有沒有 右邊有個保護對不對 請你在保護下方呢 先打勾 加上密碼 密碼 建議是用比較簡單的 不要弄一個很複雜的密碼 像我都用1234 OK 只有這裡用1234 其他地方不用1234 其他地方不用1234 上課的那個檔案我都用1234 OK 好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呢 目前還是可以打開 但是如果你現在把它關閉 並且做儲存的話 那你再把它再次開啟它 因為我放桌面上 所以這個桌面上這個檔案打開來 那剛剛同學問的問題就是說 剛剛那個我的Protector 跟Protector密碼 把它啟用一下 都可不可以看到 可是現在如果說我把它關閉 再重開的話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那個專案呢 也會出現 可是你會發現它比較奇怪 以前是你一開起來 它Protector是直接展開來 可是現在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設了密碼 你點一下前面的加號 或者點它一下 點兩下也可以 它這個時候會出現密碼 有沒有 那如果你不知道密碼的話 那你就直接怎麼樣 無法開啟 密碼不正確 除非你要真的知道密碼 它才能夠怎麼樣 把你剛剛寫的模組裡面的東西 可以被看到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說 如果你在裡面寫了一個 Unprotector的密碼的話 那你可能還要在什麼 VBA的專案上面 再加一個密碼 大概是這樣的 確保兩重的這個保護 但是你會想說 老師它那個VBA的密碼能不能破解 是不是丟到Google也可以破解 沒有 沒辦法 因為 Google上面 它只會把VBA給刪掉 因為兩家不同公司 他們用的技術不同 所以你丟到那個Google試算表裡面的VBA就會消失了 它沒有這個對應的關係 所以VBA就不見了 OK 那可是如果說你實在密碼忘記的話 你也不要找我 因為我也不會知道 但是有沒有方法破解 有很多東西都有潛規則 任何行業都有啦 只是說很多東西 盡量我們還是走大門 然後不要走那個小路 如果實在你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跟我那個私下 那這種東西不適合公開的講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 總結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 檢視這邊 教育裡面要取消保護的話 記得用 加Protector 最後呢 記得在你的那個開發人員的地方 記得也加上一個那個保護部分 記得從屬性這邊 右鍵屬性保護 加個密碼 那當然未來如果你要把密碼拿掉的話 就把它倒過來 再存檔回來就不見了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慢慢養成好習慣 因為畢竟這是你寫的 你的智慧財產 所以呢 你將來把它保護起來的話 那基本上這就是你的你的財產 甚至我學生也是啊 他學了這個之後呢 甚至也自己開了工作室啊 專門幫人家接案子 也幫 我看到他最近也學我 錄一些影片 放在那個YouTube上面 然後還有很多人去找他 就是解決問題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就是怎麼用動態的方式 去增加那個保護跟解除保護部分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就要來看那個 count方面的相關的應用 剛剛是sum sum是加總 那count是什麼呢 count是計算比數 所以等一下呢 也許做完之後 可以再切到那個count相關的函數看一下 就先到處理一下 好 說一下 很棒 謝謝 感谢观看